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当初坦克诞生后 立即催生出反坦克技术 各国也在挖空心思 设法找到对付隐身战机的手段 在这方面 最有发言权的 事实上是我们国家 毕竟过去幻想歼八 枪挑F22的前提 也是要发现对方才行啊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家门口莫名其妙摆了一圈F22和F35 可以说我国面临的隐身武器威胁远超其他国家 所投入的用于研制的经费和资源也就毫不灵犀了 甚至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 高压往往能带来奇效 近几年 中国在反隐身雷达领域已经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 目前 我国已经率先研制出YLC-8B GL3D-91B等反隐身雷达 据说曾在280公里范围外探测到F22的信号 但这些雷达毕竟都是从传统雷达改进而来的 探测原理与传统雷达类似 性能发挥并不稳定 有时候会出现把气球当成隐身战机的乌龙判断 所以由量子技术衍生出的量子雷达才是当前的顶尖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 中国也走在了全世界前面 最近 中国电科14所再次传来捷报 我国已经完成单光子量子雷达的远程探测实验 并分别探测到20公里 50公里 乃至数百公里外目标的清晰信号 这是国内首台威力突破百公里级的同类型雷达样机 目前已通过研收 量子雷达曾被称为隐身时代的终结者 这或许是未来趋势 如今看样子 我们在此领域截足先登了 但也需要保持清醒 此次中国电科14所传来的捷报 只能算是量子技术这条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目前仅仅是原理样机的试制成功 其目的在于证明新雷达的原理是可行的 可总体技术仍然不成熟 要想具备实战价值 可能需要将近十年的钻研 在这期间 隐身战机仍然将统治天空一段时间 许多人始终很关心歼20究竟造了多少架 最近空军一个动作告知了答案 真没想到是这个数量 微信搜索米粉防护 关注后回复数量查看详情 那么到底什么是量子雷达呢 我们知道 传统雷达的工作模式 通俗讲 做像一个人照镜子 人之所以能看到镜子里的图像 是因为有光从镜子反射到我们的眼睛 那如果设法把光线从镜面反射方向 偏转到其他位置 而非我们眼睛 那就无法看到镜子里的东西了 隐身战机就是靠各种偏转雷达波的设计 以及可以收雷达波的隐身涂料 达到让雷达抓瞎的目的 毕竟收不到雷达波反馈 就无法确定目标的位置 而量子雷达就是依靠量子自我纠缠的技术特性 来抓到隐身战机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 量子雷达就像是一个泼墨机 而大量的电磁波量子纠缠就是墨水 把它们泼出去以后 它们会在遇到物体的时候 像墨水一样附着在目标表面 并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虚拟的三维图像 而现有的隐身技术 包括哪些吸波材料对于这些墨水 没有任何伪装作用 这就直接解决了雷达误判的缺陷 普通雷达在探测到目标时 只能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小点 那它究竟是一架战机 还是一只鸟 或者别的什么飞行器 就只能通过速度和雷达波 反馈大小来判断了 但对于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 这浪费的时间很有可能会延误战局 量子雷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不仅能精确定位目标所在位置 还可以通过辨识度相当高的三维图像 来识别性质 除非对方能造出仿生型飞行器 比如老鹰大小的导弹 或许还可以骗过雷达 再来播福利 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3D空战手游 可以对现代空战管窥一爆 游戏画面炫酷 简单硬上手 特别是近距离狗斗 惊弦刺激 现代各种先进战机都有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残湖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现代空战的爽快悬苦